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车 台北市交通局与新北市交通局 推出搭乘公车抽好礼 iPhone周周送给你抽奖活动 每周抽出iPhone 12 还有含出资金1000元或500元的 限量精美悠悠卡 那举凡在8月24号到10月18号 两个月八周的期间 只要登录台北通的一个会员 那输入你的姓名电话跟悠悠卡的卡号 那搭乘公车完成上下车 刷卡一次的话 就可以获得抽奖一次的机会 那搭乘的次数越多 那抽奖的机会就会越多 那在奖项的部分呢 我们每周都会抽一支iPhone 12 另外针对这个出资金1000元 以及出资金500元的部分 也都会提供给这个得奖者 总共我们每周会有81名的这个得奖者 那也是鼓励民众能够大大多多的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 民众只要在活动网站进行台北通会员资格确认 并输入悠游卡号 使用悠游卡在双北市区公车成功完成上下车刷卡一次 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刷越多抽奖机会越多 那主要这次透过台北通的部分呢 它是具有这个身份辨识的一个功能 也能够提供台北市相关的一个市政的服务 所以透过这个台北通呢 如果得奖者的部分 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讯息的发布 那中奖者的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简讯的通知以外 针对iPhone的得奖者 我们会再用电话的方式来去做一个通知 那在限期里面来做一个领奖的动作 活动期间从8月24号起到10月18号止 连续8周每周都会抽出奖项 欢迎公车组踊跃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